卫生部将观察怀孕期间感染姿卡的妇女所生出的婴儿一直到孩子满三岁为止 是的 卫生部告诉本台这是全国监控计划的一部分以观察这些婴儿的发育情况 截至目前 本地并未出现同姿卡相关的小头症病例 然而 怀孕期间感染姿卡病毒的孕妇可能生下患小头症婴儿的隐忧仍在 小头症是出生时的缺陷 症状是婴儿头部异常小 而且脑部受损 截至上个星期 本地有17名孕妇正式感染姿卡病毒 其中三人已经分娩 婴儿都没有出现小头症的症状 医生会继续密切观察这些妇女和他们的婴儿 其中一名妇女流产 但原因同姿卡无关 两人终止妊娠 但没有证据显示 胚胎受到姿卡感染 卫生部以病人隐私为由 没有进一步说明详情 专家指出 在这三年期的计划中 医生必须观察婴儿的发育是否异常 卫生部表示 资卡个案会维持在低水平 而许多感染资卡的人也不会出现症状 尽管如此 卫生部提醒国人 只要传播病毒的医文还在 就不能掉以轻心